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obson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是一款全新的游戏 那这款游戏叫做王国纪元 它是由IGG出品的一款战略类手游 那这款游戏呢是在2016年度获得了Google Play的年度最佳手游 所以说这款游戏的话其实在国外的话已经是比较火了 因为我在这里面玩了一个月发现里面很多都是外国人 它因为是一个全球同服的手游 所以说里面有很多跨国之战 那么假如说你要下载这款游戏的话 你可以通过App Store搜索王国纪元 或者扫一扫我这边屏幕左方的一个二维码 或者的话也可以登录它的官网 lm.176.com去下载这个游戏 这个lm就是Louds Mobile 那由于今天这个视频比较长 所以说我先把最重要的一部分提到前面的 就是有关于领取这个新手礼包的一个流程 那新手礼包兑换码就是屏幕左方的黄色字幕 那么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如何兑换这个新手礼包 好的那我们这里来讲一下如何利用我们视频当中的兑换码来兑换一下我们这个价值328块钱的一个奖品 那首先的话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游戏ID 那这个游戏ID我们就是点一下这个齿轮 这边有个账号 然后账号点进去之后就会有一个IGG ID 那就把这个ID记住 我这边是460159093 这边也是同样的你要记住你自己的 然后就要登录一个网址 好的那我们这边也是切换到了网页 那这个网页的网址呢就是losmobile.igg.com-event-cn-cdkey 然后切换到这个网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宝箱的兑换画面 然后这里上方只要填入我们的IGG ID 下方填入我们的兑换CDkey 点击提交就可以兑换到我们的一个宝藏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宝藏必须在你新账号注册之后的12小时之内 去兑换如果超过了12小时 这个就没办法兑换了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送给新手的大礼包 领取之后呢游戏当中就会有提示 然后你直接在游戏里面领取就可以了 当然我这个账号由于不是一个新账号 所以说他这边会提示 你的账号不符合兑换的一个条件 好了那我们兑换奖品就说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游戏的试玩部分 那这边就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一个游戏的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里 全军进攻夺回我们的土地 赶走入侵者 试言其事 那就是我们左边这个 夺命猎手 遵命我等不及要享受这场血腥盛宴了 那这个就是右边这个 那这边我们也是派出了军队 进攻这个城堡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了一个战斗画面 试言其事 竟敢趁我不在的时候 趁血而入 我以骑士的荣誉起事 必将收复师徒 让敌人血债血偿 寒冰领主 那就是这位 怎么长得有点像狮王 战争带来了死亡 死亡带来了我 把你的灵魂献给我 成为我的傀儡吧 那这边就开始战斗了 那这里呢是一个即时演算的一个战斗啊 这边并不需要我们操作 这里他是会自动战斗完成 那这边我们是攻陷了围墙之后 然后开始一个士兵之间的正面交锋 试言其事 荣誉与我同在 快投降吧 我不杀投降的人 我才是主宰这场胜负的人 上把冰霜翼龙 让这些渺小的人类见识见识你的厉害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战斗画面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说的冰霜翼龙 这里的话呢 到后面的话是我们可以操作的 但是好像这因为是一个 呃就是引导的一个关卡 所以说我们这边还不能进行操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基本的战斗画面 这个战斗画面还是挺炫的 这里是嗜血射手 射出两件 然后誓言其事 又是放出一个技能 那这个寒霜翼龙就 硬身倒下 战火肆虐 想要在战火中 征得力族之地 就得建设领地 复国强军 目标是成为国王 这也是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目的 成为国王 那就可以赢得奇观战争了 真有意思 果然跟着你就能遇到有趣的事情 这两个 莫名其妙就好上了 好吧 到这里 好这边就引导关卡结束了 这边就是来到了我们的一个王国 那这个就是每一个玩家都会有自己的王国 那这边神域者 欢迎归来 大人各地区仍有叛军作乱 我们要尽快收复 尽快收复师徒 将领地建设强大 我贝罗纳将尽力辅佐大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那战争中最重要是兵力 建造军营 确保兵力充足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有 他这边有个引导 那我们就可以跟着引导来建造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建筑物 那这里我们首先就要建造一个军营 那将有军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生产我们的部队 那这里的话呢 是需要一定时间 但是这里的话是可以给我们免费的 点击免费就可以立刻的完成建造 那这边点了免费之后 我们这边就直接造好了 那这里是 到后面我们可以发现 他就是到一定的时间之内 他就可以让我们进行免费的一个加速 但一定 他如果时间太多的话 当然是不能够让我们加速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是要升级下我们的城堡 现在我们是一级城堡 那这里我们可以升级一个 二级 那这里由于是一个初期关卡 所以说这些等级都会比较低 那这里同样也是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们可以直接升级我们的城堡 那升级城堡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会可以领取奖励 那他这边任务的话呢 也是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基本上 完成建筑物都可以领取一个奖励 那大人 爱纳西之盾 可以将保护 将保护领地24小时不受攻击 趁这段时间可以壮大领地实力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会受到别的玩家的一个进攻 那这里呢会有个VIP指数 那大家肯定会觉得这个VIP指数 是冲钱 甚至VIP 其实在这个游戏里不是的 这个游戏还是比较良心的 这边可以看到 它上面写的是每日登入 可累积VIP的点数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登录 连续登录就可以 这类的VIP 所以说VIP 并不需要你非常的课金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直接关闭掉 那这边VIP高了之后呢 我们会享受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福利 那遵守推荐目标行动既能获得指引 又能获得丰厚的奖赏 那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一个指引 那这里我们跟随指引 这边先生产一个弩炮 那这边我们初期的话 也是有四种兵 那这里我们跟着这个指引 先生产一个弩炮 那这边的话 弩炮是可以跟建筑物同时进行生产的 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继续 这边可以去升级一下 我们的一个建筑物 这两是可以并线运行的 那这里的话下面它有个新的任务 叫做通过军团战 战役征服欢庆之地 那这边前往 我们会发现这里是有一块新的土地 因为我们的王国 不可能只有那么一小点范围 我们要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战役 来扩大我们王国的一个势力范围 那这边看一下 大人欢庆之地的资源 复殊复复述复述复述复 征服此地将成为我们壮大的基石 这里由流浪之翼黑格称王将向他进军 那这里我们就要来征服我们第一个领地了 那我们这边开始进行进攻 那这边他的首领主叫做黑格 我们可以先侦查一下 看一下他的一个敌军的情报 那这边领主黑格 流浪之一黑格的兵种 阵容齐全建议全军团出击进行攻破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要建议用全军团来出击 全军团就说各种兵种都有 那这边的话我们因为出击的话 其实兵种也比较少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全部都上就行了 像后期的话 我们这边也可以解锁更多英雄 那现在我们的话只有一个誓言骑士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进行进攻 那这个进攻的话就跟之前的那个引导 引导战役里面比较像 这样我们只需要他的一个自动计算进攻 自动那个运算 自动那个演算 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攻城 那这里的话 由于我们的兵力啊 这个比较悬殊啊 所以说我们这一个第一关 应该还是打得比较顺利的 当然这个因为是游戏初期嘛 这个难度都会比较低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个兵力 在不断的一个减少 那最后的话会把这个黑格给打败 那这里一下 现在后排的话是只剩下那个攻击手了 攻击手的话就相对来说会比较脆一些 现在还剩四个兵力 零个兵力 首方撤退 那这样子我们也是获得了一个胜利 那我们这里获得胜利的过程中 我们的地窖也造好了 那获得了胜利之后呢 我们这里就会有一块新的领地 这里就会有一块新的领地 当然恭喜你获得首胜 所谓兵卫动良仙型 善家经营的欢乐之地 就会成为你领地最重要的补给区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多出四个空地 四个空地 我们这边英雄也升级了 四个空地 那四个空地呢 我们就可以造不同的资源建筑 那我们也知道 就像我们很早之前玩的一个叫做帝国时代一样 这边也是同样会有不同的资源建筑 这些资源建筑可以帮你生产原原不断的一个资源 那这里资源的话呢分那么几种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右上角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粮食 第二个就是石头 第三个是木材 在下面这个是矿石 最后面就是金币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四个不同的建筑 来帮助我们来生产这些资源 那这些资源呢 到后面发展建筑物啊 发展科技啊 发展兵种啊 都会用得到 那这里有现在我们四个空地 就是说造了四个不同的资源建筑啊 资源型建筑 那这里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领取下我们之前的一个奖励啊 那这边有很多奖励可以连 这边我们连的是不讨奖励 然后这边的话 直接是又开始了第二个啊 第二个战役 第二个战役就是叫做 啊要征服这个叫做断魂者托轮啊 断魂者托轮啊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新内场战役 他这个实力有700 那我们应该初期来说 这个700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依旧是可以选择一个进攻 那这边我们就是依旧是通过一个自动演算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为了然而战 那那边进去之后呢 我发现下只有350 的一个兵力 那我们现在的兵力上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兵力的一个损耗并没有那么的快 所以说我们这场基本上也是能达到一个胜利啊 那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上面是有个公屏的 这边是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个玩家啊 世界各地的玩家的一个就是聊天公屏 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世界性的游戏 因为它是个全球同服的 来自世界各个各个各个地方的玩家都有 所以说上面有一些 你看我们的语言还看不懂啊 因为它是一个外国玩家 那这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 就是可以参与一个国战啊 就当然到后期才能做到 我们现在前期的话 因为这兵还比较少 还暂时能达不到这个国战的水平啊 那这里我们是获得了一个胜利 但是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这胜利是由于对面的士气不足了 撤退了 所以说对面还是有残兵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要继续进攻 要把他所有所有的部队消灭完毕之后 才能达到我们一个目的地 那这边我们第二次进攻之后呢 因为我们第一次城墙 已经是被我们给损毁了 所以说这次我们进攻之后是没有城墙 那我们这里的话 是可以直接把这个部队进行对拼 然后把他的部队消灭完毕之后 那这里我们依旧上面看不懂啊 这是哪个国家 这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啊这个全球同服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的话啊玩家确实非常多 到时候等到我们翻到这个世界地图的话啊 就可以更加明显的可以看到 这个游戏的一个特点 好的那这里我们也是完成了第二个啊 第二个领地的一个占领的一个活动 这次的话是把对面的一个兵力全部消耗完毕 那这样子我们就算进攻完毕了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领地也就将属于我们 那这里这个城堡没了之后 又会多了几个空地 那这个叫做知识就是力量 让学院和锻造啊 这边就是会造几个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建筑物 这边有学院战争大厅 使馆锻造厂 市集监狱以及祭坛 啊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作用 那我们这边是可以到时候可以造一下 我们这边可以啊 他这边先要介绍一下一个英雄 英雄冒险的这里是有英雄冒险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就先来看一下英雄冒险的 这边的建筑物等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进入英雄冒险 那英雄冒险呢 这个东西又是他的一个新的一个系统了 他这个游戏里面系统非常多 这个英雄冒险呢 就是可以通过像打一个副本来过去奖励 像每次打完副本 他可能会解锁一个新的英雄 他有些中间还会有一些新的英雄碎片 那初期的话我们只有两个 那到后面的话 我们打完副本之后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英雄 加入到我们的战队之中 那这里的战斗过程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那这里战斗过程呢 是可以积累一个怒气 积满可以释放绝招 让我们这边就来演示一下 那这里的话我们 前期的话 现在我们这边积累怒气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怒气是积累的比较快的 这里也是个演示 那积累怒气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释放一个技能 那我们这边是先等我们的这个 嗜血猎手 这边是陆西满 我们可以触碰英雄来释放绝招 我们这边点一下 就可以释放我们的绝招 那当然这个的话 其实是可以一个指向的 这并不是说是一个只是点一下 他就这么说 你是可以指向 就是你要释放给谁的 像我们这里 我们这边就可以点一下之后 选择方向 然后再释放 这样可以尽量放到多一些的一个敌方单位 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这边也是可以滑动 我们可以滑动 打他这边输出比较高的一个单位 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啊 这个叫做获得胜利 啊获得胜利 好的 那我们这里也是进行了一个英雄冒险啊 这英雄冒险系统 那这边完成英雄冒险之后 每次完成了一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一步 那这边等到完成最后之后 我们就可以啊 可以看到前面是有个法师的 我们这里的话就可以获得个法师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英雄升级了 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配备一个装备 等到这个配备装备满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提升他的一个军阶 那提升军阶之后呢 就可以提升一个英雄的实力 那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花费5分钟来提升他的拼阶 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可以直接点击完成 来提升他的军阶 到这边也说了提升军阶可以提高英雄能力 跟带队的兵量 也可以获得新技能 那技能的话呢 我们这边可以看啊 这边啊 现在不让我们点 那这边先还不让我们看技能 他这边旁边的话 是可以看一下一个英雄技能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挑战 当然也可以退出 我们这边先可以退出 反正其实几个战斗都差不多 就是打到这里的话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奖励 那这边的话 这边继续是有一个奖励 我们可以获取一下 回到欢庆之角 他这边的意思还是要让我们 他这个引导的意思 还是要我们先完成一个英雄冒险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这边就完成一下这个英雄冒险 那这还是要我们解锁第三个英雄啊 那前期的话这个兵确实比较少 那我这个是因为是一个掩饰 用来掩饰的一个小号 那到时候的话 我呢我可以切成一个 就是我已经玩了大概一两个月的一个好 那这个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后期了 那这样子的话战斗战斗会要比这个华丽 华丽很多 那这里也砍掉之后 好这边结束 好这边会有个boss出现 一般来说就是每一个的话都会分成三关 这样子最后的话是一个boss 那前期的话对于一个策略要求不是特别强 因为基本上怎么打都打过 但是后期的话就对策略要求就比较高了 因为对于后期的话 这个对面的兵这个实力也会有所提高 好这边也是比较轻松的 完成了一个1-2 那我们这边需要完成1-3 那1-3的话就会有稍微强力的英雄在等着我们了 那这边就是1-3了 风之闲者 那这个英雄的名字叫风之闲者 那这边是 先 好这个给击败 那他这里也是有个自动释放技能 他是可以免疫一个物理伤害 好这边继续往前走 那这里的话 等到一个怒气的集合 我们可以继续释放技能来加快一个战斗的进程 好接下来下一关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boss 也是即将加入我们的一个新伙伴 好的 好的 可以在这里也是打败了他之后 我们就这边任务就基本上算告一段落 那这个英雄就会跟着我们走 那这样子他倒下之后 他就会掐入我们 那这边新英雄加入 风之贤者 爱莫瑞斯 这里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王国纪元的一个官方微博 大家可以在新闻微博上面搜索 王国纪元就可以关注他 那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个 200水晶的一个奖励 我这边暂时就先不关注了 等会儿再去关注 我也是当然你们玩这游戏的话 当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水晶的话 是可以在有很多很多的用处 很多很多的用处 这里的话 因为这个游戏也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课金的方式 当然也是非常的良心 当然也是非常的良心 那么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之后我们这边是可以退出来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 这边就可以领取一下奖励 然后这边的话回到回到我们这一块 这边回到我们这一块 回到这一块 我们刚刚说到学院 那学院的话就可以提供 就一个科技研发 科技研发 我们这边做好之后 就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科技 攀科技 攀科技 这边有各种不同 不同的科技 经济 城防 魔物猎杀 军事 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研发军事 然后里面有个叫做训练速度 它就可以有效提高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训练兵种的一个速度 那这边也同样因为是时间比较短可以直接免费完成 那这边学院还可以继续升级 那这边依旧因为时间比较短 我们继续是个免费完成 这边按照他的一个导航 就在你不 你前期 你前期不懂 他这个什么含义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因为只要 因为你知道 只要跟着他导航走 就没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不需要 你现在还不需要特别了解 他这个里面的含义是什么 好 这里我们继续是跟着他导航走 好 这边终于我有看得懂了 My guide is recruiting achieve player who contribute to daily achieve such as the most such as the monster 什么什么的 这里的话就是已经是因为我们完成了大多数的一个导航内容 我们这里就可以来就给我们自己取个名字了 那我这边的话取名叫Jobson 这边好像只能输入字母数字和空格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属于JFSJFSJobson 对 这里的话就我们就可以 这边好像是被占用了 那我这边叫做JJFS 应该 哎 这边可以了 JJFS 就可以了 这当然随便取个名字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这边继续是跟着他的一个导航走 跟着他导航走 好 这边是让我们研发魔物猎杀 那我们这边继续研究魔物猎杀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直接免费完成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缩短时间什么办法呢 有两种一种的话呢 他是在到时候会在这里 他会有一个就是物品 他就可以帮你加速研究 这里我们只要使用这个加速 这边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加速 我们这边就可以使用这个物品来减少我们研发的一个时间 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当然就是利用我们的水晶 这边水晶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立即研发结束 好 我们这边点一下 还会扣我们凑出35点水晶 当然这35水晶是要钱的 所以说你可以酌情使用 酌情使用 那我们这边的话为了演示就直接使用一下 就让他完成 那这里的话我们这边就继续完成任务 这边就继续升级 那我们刚刚也是看到回过很多这个升级 这个叫统育等级 这个统育等级呢 像是跟我们整体实力相关的一个等级 这个英雄的最高等级上限 以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统育天赋 都是跟这个统育等级有关系的 那我们后面再去解释 好 这边继续让我们升级了 升级这个伐木场 彩世上也要绕不升二级 彩世上也要绕不升二级 这边先依旧依旧按照他的一个指引 依旧按照他指引 因为其实这还不是他完整的一个系统 他这边还有很多系统还没有 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毕 因为只要你去 当你真正的投入到这整个系统里面 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丰富有趣的世界 包括现在 现在像我们现在玩到现在还是比较像一个单机模式 现在还没有跟其他玩家的一个联动 等会的话就可以跟其他玩家有一个一定的联动 这边这边就我们全部升级 全部升级 前期的话也是因为对这个资源要求不是特别多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升级 因为现在我们资源还是比较比较比较充足的 那这边有个亮王塔亮王塔的就是可以啊 可以获得就是可以看一下 看亮王塔 这边就可以看一下就是亮王塔到不同等级 不同的功能 他这个是在大地图上啊 用途会比较多一点 这边完成城墙啊 城墙就是跟我们的防守相关的 这边我们可以升城城堡三了啊 就当你家所有建筑物都比城堡第一级的时候 你就可以啊 把这城堡再向上升一级 城堡就向上你所有其他建筑物的一个等级上线 好 现在我们已经是造了很多很多建筑物了 这边也是告诉我们可以加速了 那这边他也是告诉我们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就可以利用加速道具来开始使用加速 那这边还有他这边也会告诉你一分钟之后啊 就可以使用免费加速 那我们这边我没关系 我们这边直接是利用这个一分钟的这个东西 直接再用两个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行免费加速了 好 我们这城堡也就升到了三级 那这边我们右下角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个领奖啊 他就是你只要登陆 好登陆你就会 右下角会有一个神秘的宝箱 你每次都可以去领取 然后每领一定的次数 他都会获得一个五倍的奖励啊 这也就是像收菜一样啊 对吧 像收菜一样 然后接下去我们继续啊 这边是玩下任务 这里的话这里也还有个内政任务啊 内政任务就相当于 也像是一个收菜任务一样 他这边会有不同的任务 然后你这边就只要点击开始 他就可以进行 到时候你再来领取一定的奖励就可以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 然后你每天都会有 然后就可以从中获取一些资源和经验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会有个任务列表 这样可以就是把我们之前没有领的都可以 就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领取奖励的任务都可以领取掉 然后准备一次性领取完毕 我们之后也可以看到后面的一个啊任务的情况 那这边我们之前也所说的VIP的一个任务 在这里有个VIP宝箱 那么这边直接开了就行 里面就会有比较丰富的一个资源 好这边啊 哈喽 哈喽 I invite you to 啊这边就是去这个他的部落嘛 他的部落 那这边我们继续啊 又开始要开始第三块领土了 第三块领土 啊这边我们这同样 同样其实就是呃 就同样就是我们这里 开拓了这块领土之后 又可以有新的一个空地啊 新的一个空地 我们可以去新的开拓一下 好这边的话我们还没讲完啊 这边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吧 好这边现在啊 啊这边的话我们先得去造一个使馆 先去造一个使馆 好才上六级啊 我们这里其他下面一些东西 我们暂时还造不了 我们现在还必须得升到啊 一定的等级之后才能造这些东西 那这里的话 哎我们就先不用这个账号来演示了 因为这边的话其实已经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大好 看那个大好这个新手 其实引导我感觉已经基本上引导差不多了 因为这里的话到时候也是一个 新的战役开拓了之后就可以再造一些采石厂啊 这个 矿坑啊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切个账号来看一下他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这个这里我们演示相当于是一些新手类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那我这边也是切到了我的一个大号 那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这个果然就不一样了 果然就不一样了 这个城堡都看到就特别的霸气 懂吗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刚刚说一下我们之前没有介绍的几个东西啊 这边一个是市级啊 市级这边是可以把资源运送给盟友啊 互通有无 那这个是要等到我们加入到一个联盟之后才能够有的 哎 包括这里一个战争大厅啊 就可以加可以来通过啊 让我们来通过一个部队的集结来就形成一个叫做联盟之间的战争啊 联盟之间的战争 那这里一个监狱啊 监狱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攻打别人啊 去俯卧对方的一个领主啊 就非常坏了 就那这里的话一个锻造厂 那这边锻造的话可以锻造各种各样的一个装备 装备到我们的英雄身上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装备 然后这里的话啊 是学院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也是一个锻造厂 ok 然后这里的话啊 这里也是刚刚那个里面没有的 这里是一个竞技场啊 而竞技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啊 一个竞技来获取一个排名 然后排名高了之后就会有一个水晶的奖励 那这里的话可以控制自己的一个防守的阵容 来进行对对方进行一个就是一为一的一个战争 那这里的话也是可以看一下对面的一个实力 那这边的话基本上我还是高对面还挺多的 但有些时候并不定是等级高啊 就会得得到胜利啊 这个游戏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边也可以试着打一把 我们这边也可以试着打一把 但是我怎么感觉对面都好像有点厉害啊 我怎么感觉不一定不一定打得过啊 不一定打过啊 不一定打过 我们可以打打一个试试看 打一个试试看 我们这边是派上我们最强的一个兵力啊 那其实的话这个也不算特别厉害 因为这个我相当于玩了一个远还没有算玩到一个比较顶尖的一个程度啊 那这里的话对面的话是有几个有魔法的一个加成 所以说我感觉好不一定打得过不一定打得过 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英雄还是比较强烈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瞬间就倒下了 所以比较尴尬 哎呀我怎么感觉打不过呀 被吊打了被吊打了 有点尴尬被吊打了 这个瞬间被吊打 瞬间被吊打 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这个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这个被吊打了 反正这边赢的话 就是可以上升这个战斗力 输的话就很无奈 我当时看我就觉得可能有点不够 因为而且他这里的话 像是有个星星的话 你这边然后他这边也有 有这边有个宝石奖励的一个 就是有个名细啊 就是你到前签名开始就会有一个宝石奖励啊 水晶奖励 那这边有个星星的话 星星他就是跟你说 就是相当于像英雄无敌里面有一个什么州 什么州一样的吗 就是他会在一定的时间内 某些英雄会得到加强 某些类型英雄会得到加强 那这边梳立吧 我们就不继续演示啊 太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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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要开始切到个新界面了 这边就来到我们的一个世界地图 那这里的话就进入了一个真正的 真真真真正的一个战斗界面 战斗界面 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叫做 我们的一个城堡所在所在地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世界地图啊 他这边有个世界地图 他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啊 这里是几个比较核心的建筑物啊 获取到这些建筑物就会有一些更多更好的奖励啊 当然因为现在我的实力不行啊 我现在还不能不能打这些东西对吧 现在这个东西我还没办法参加这种什么奇观战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所以说其实我现在也很无奈 那这边地图上呢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啊 各种各样的一个呃 魔物啊各种各样的一个魔物我们可以去进攻 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资源 我们可以去采集 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家 我们可以去欺负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 其实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属于没有联盟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其实我还是有点心虚的啊 但我们这里的话还是可以试着打一下 试着打一下 因为我特别怕别人报复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集结进行进攻 当然最好之前我们可以先侦查侦查一下 可以先看一下对面的一个情况啊 对面的一个情况 这边就侦查速度非常快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侦查侦查的情况 侦查情况它会反映在这个这个信里面 把这边会看一下 就可以看一下对面的一个啊资源啊 这个对面资源还比较丰富的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波进攻啊 集结进攻 那这的话我们可以快速选英雄 我们这边快速选英雄 最基本上就是最强的一个兵力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全军出击啊 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兵力还是比较多的啊 比较多的 我们这边进行一个进攻 进攻成功的话 我们就可以 夺取对方的一个资源 那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强者为胜啊 强者为胜 我们可以通过对方之资源啊 夺取对方资源来让自己更加快速的一个发育 那这里也还有一个一分多钟的一个行军时间啊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资源也是挺多的 现在看起来 因为现在都处于一个爆仓的状态 爆仓的状态 那这里的话除了就是这些城堡的也可以看到这种各种资源啊 这种资源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里面一个资源量 我们可以派出我们的一个部队去进行一个采集啊 当然采集的一个效率的话 肯定是没有抢多抢多快的 因为采集的话 一般都会需要耗费数个小时时间去采集资源 但那样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也不太容易跟别人结下梁子啊 因为你去抢别人的话还是很容易跟别人结下梁子的嘛 这个应该也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这里的话还剩下26秒26秒 那这里的话也有一些黑暗洞穴的黑暗洞穴的话来说就你看这个实力会比较高 一般来说我们都要通过集结来完成啊 那当然地图上的话还是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这种啊 就等级比较低的的话 那这些是我们可以去单人去单挑的啊 就可以去其实有些不用杀死 也可以去就是获取他的一个奖励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战况 我们这个战斗就比较华丽了 这个战斗比较华丽了 对面这个城墙瞬间啊对面好像没有驻兵啊 什么驻兵的话就是被我们给瞬间击倒 而且我们击倒之后是俘获了对面的一个领主啊 那但我们要俘获对面领主的话是必须有监狱才行 那我们这边是抢了抢了抢了钱 然后还俘获了对面的一个领主 但是主要是没有啊 没有一个部队的正面进攻啊 这就比较可惜 因为他好像是没有一个部队的 他是没有部队的啊 这边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城 回到自己的一个城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是悬赏到时候悬赏金监禁的一个领主啊 那到时候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呢我们还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上面写了就是等到等级高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处决对方的领主啊这个就比较比较厉害了 主要领主的话是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验的 很俄国人非常喜欢我 Chinese Shaker 好了那我们这边总体的一个感觉介绍差不多啊 总体介绍感觉差不多了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啊 这里有一点就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一个社交性啊 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创建一个自己的一个联盟 创建联盟之后呢 就可以让别的玩家加入到自己联盟当中 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个集结战斗 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单条 那等到我们加入联盟之后就会有一个群战 群战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啊 包括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黑暗洞穴 我们就可以通过群战去攻占他 因为这个一个人根本打不了啊 一个人根本打不了 一个人根本打不了 这个我们也可以再演示一下就是那个就 部队去这个采集这个资源 还有包括包括这里一些进攻一些魔物我们都可以 演示一下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别的一个玩家正在运送东西啊 那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是没联盟的 所以说一般都是单个行动啊 单个行动 像一些有联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还会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有一堆一堆城堡 就是在一块了 很多就他就会扎扎堆在一块 我们这边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这里应该你看啊 这个这个还不算是联盟不算大联盟 这都还是比较小型的联盟 这边四个城堡是在一块的 然后有些比较大的联盟就是这种都是 这种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城堡 扎堆扎堆在一块 好这边已经开始有了 这边已经算是小型了小型了 这边就会慢慢慢慢就会比较就扎堆的城堡会出来 这边先不找了 先不找了 反正大概大概就这么意思 这边就是一般来说联盟的话 会把自己城堡在一块 这样子受欺负的时候就可以尽快的一个反击 尽快一个反击 好那这里的话我们回到一个我们的城堡见面 城堡见面 那这边我也是创建一个自己的联盟 那也是希望能够看了我视频 这个视频的一个观众可以加入到就进入游戏之后 可以加入到我的联盟当中 当然就我们在视频当中的话 也会提供一个叫做兑换码 奖品兑换码 这个奖品兑换码是价值人民币三百二十八块钱 在你到时候可以根据我提供的一个奖品兑换码的一个兑换方式 兑换方式去兑换 就可以兑换出相应的一些资源 这些是其他直接来玩游戏的玩家是获取不到的 就他会给你一些水晶啊 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要人民币买的 但是输我们这个邀请码之后啊 就可以直接不用人民币了 那这个的话我也是来创建一下我的一个联盟啊 那我这边就就取名叫叫付桑的这个缩写了 叫付桑这边确定 叫叫叫叫叫叫付桑 哎可以那这边我们就创建一个联盟啊 这边的logo的话也可以随机改变一下 这边挺帅的 那这边就创建了一个联盟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邀请别的联盟成员到我们的 就可以就可以加入到我的联盟当中啊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联盟搜索里面可以看到我的一个联盟 然后加入联盟之后呢 这边就之前这边我们有个任务嘛 他这边就会有个联盟任务啊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任务 就其实跟这个内阵任务比较像啊 但是这个相当于多了一辈任务 这样子你有更多的方式啊 去获得一个奖励啊 这边的话 看还有什么新的内容啊 这其实我现在尽管玩了一个多的战志里 还有一些新的功能 其实我也没有解锁 因为这个等级还不太够 这边还得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 好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商船 你就可以通过一个资源的交换嘛 资源的交换 我们就可以可以通过222万8000的金币 去换3万研发加速60分钟啊 我们可以通过76万5000的一个石头换3 50k那就是5万金币乘以6 5万真币乘以6 他就是一个资源 那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演示一下 这个就后期的一个战斗啊 这个因为前期战斗看起来不够刺激 我们可以看后期的一个战斗 对这里的话相对来说就像没像之前那么简单了 之前就没像之前那么简单了 这里的话就战斗 就需要一定的一个刺客略行了 这边就战斗相对来说也要比之前华丽 那这里的话没有有一个技能啊 他就会有一个技能就刚刚是有技能就是可以放在我们最 就是最需要保护的一个英雄的身上 他会有个免疫效果 这边有个金金套套 这里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根据一个处理啊 现在因为发现这里现在还不是特别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技能稍微留一留 把技能稍微留留 我们现在不一定需要放 因为现在感觉打这个压力还不是特别大 但这边我们可以先放一个试一下也没关系 我们先可以留个紧 先留个紧 我们俩先怒气先留着 到时候打boss的时候再用 万一boss的这个输出能力特别强 我们万一打不过怎么办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先开始放技能 这边我们可以打这个输出最高的 然后我们这边也在AO1技能 尽量打一些多一些单位 这个我们是一个奶妈 我们可以黑奶一口 因为我们这个也少雪有点多 我们继续 可以打这个少许这个输出最高的 好这边最后再放一个无敌旋转 好可以 最后放一个技能直接秒杀好的 那这个我们副本也就顺利拿下 这个就相对来说中后中期一些的 这个副本就跟我们之前不一样 好的那我们这个视频也是讲了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这么多 那我们这个视频也差不多就到这里的 最后的话也是在希望大家最后再来 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游戏当中 游戏当中这个游戏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大多数的话 而且也总的来说不需要你 特别多特别多的一个操作 这主要是个策略性的游戏 对你一个及时反应跟一些摩把游戏是不一样的 好这主要是一个策略性的游戏 然后而且你假说想研发快捷的话可以呃 就适当买些宝石 当你不买宝石的话啊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个游戏也是可以玩到非常强的 好了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拜拜